我们完全不浪费时间 我们就是来迅速看一下声量 看一下声量 如果跟翻译成无关 我们就是不聊 我答应你 如果是别的我就不聊了 好来看一下声量 请给我一个 好就是跟翻译成 怎么会这么 太直接在把这个 好来 不结婚的原因 媒体报导你们不结婚的原因 你知道这个新闻吗 有吗 我不知道 忘记了 还是帮你们宣传 到底是谁不想点头说我愿意 哦 就是7月29号我愿意要上音了 好厉害 好厉害 确定你要这样子回避吗 会不会有一天然后就 哪一天你就宣布说 我们其实已经结束了 哦 其实我是因为 我的个性吗还是怎么样 我是不希望自己的私生活 一个一个的跟大家分享 因为演员有时候说太多自己私生活的时候会影响到那个角色 因为我会这样子就是看到有一些八卦 然后就喜欢的明星的八卦的时候 下次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有就是脑海有 要补他 就是他做他的私生活跟那个角色的到底 对 没有其实我完全理解我自己也是狮子座 然后我也很避俗就是都不跟大家分享 然后等到一结婚才分享 所以你们大概什么时候要分享 哈哈哈哈哈哈 前面也是保密搞得不得了 对 好厉害 因为我就不想要确实我也不想要解释 对 其实这是也是就是媒体写出来的一个 就跟我刚刚讲的我愿意里面的那个剧情很像 有时候我讲的事情跟媒体写出来的内容真的有差距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爸爸是看到我的海那个海角七号的海报 对 然后男主角抱着我嘛 然后就是作为一个女儿的爸爸一定会心里还是会有不舒服 就是不管是谁抱我 爸爸都会觉得我的女儿被爆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媒体分享说 有一次我爸爸看到那个海角七号的海报的时候 他有一点点吃他的事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那个事情就是越滚越大 就变成我爸爸犯罪什么的 然后 他只是最近又再被写一次这样子 对 所以我爸爸也是完全他 一头雾水 对 而且 还好他看不懂中文 所以他也不知道 他有一天有不小心看到我的就是台湾的新闻 然后他看到他自己的那个 有时候媒体会使用 对对对 然后我爸爸的眼睛里面有火出来 我爸爸这么漫画的爸爸 然后就想要动一个火 啼啼啼 对 然后他有一天问我说 那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事给他啼啼 爸爸这么冷静地说 对啊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完全看不懂嘛 然后他也不知道 我之前的这些所有的新闻 所以他突然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 那是什么 什么意思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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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